我们小孩可是我们的背后是有庞大的家庭责任跟经济压力的 所以无形的有形的我们都是在很大的压力下成长 在这个成长过程上少了我们其中一个人可能就撑不下去 就像一个桌子他那个脚就会掉一根 桌子就会跨 本以为戴S和汪小菲离婚之后他们会选择各自安好 没想到他们还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波 先是戴S隔空喊话汪小菲没有履行离婚协议 没有按时支付拖欠的500万元台币 汪小菲很快就晒出了他的财务清单并喊话 我不愿意再为这个家支付电费了 汪小菲生气的原因很简单 无非就是前妻已经再婚 除了孩子的抚养费 她不想再出任何一分钱的 那和两个人在离婚协议的时候是有过明确规定的 离婚之后汪小菲还要支付大S所住房子的房贷 物业费 水电费 司机费 保姆费等 作为爸爸对于自己的一双儿女 汪小菲肯定是爱的 汪小菲一直无法见到自己的孩子 她甚至在直播间落泪想女儿的时候 就会抬头看望天上的星星 我每天想着汪小菲的时候 我就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彩 我记得汪小菲在看 而聚军夜呢一分钱都不出 住着汪小菲买的房子 甚至和大S结婚 连床垫都不换一个 还要让汪小菲的子女含她为爸爸 汪小菲怎么能忍得下这口气呢 从汪小菲晒出的明细单来看 她每年花一千万去养大S和现任老公聚军夜 作为一个前夫 还要养前妻的老公 这一点的确让人难以接受啊 有多爱大S呢 带着所有的家当搬来台北 婚后陪伴大S一起生活 今年大S的生日 媒体问聚军夜送大S什么礼物啊 聚军夜神秘的说是一个热吻 聚军夜一直在营造的深情老公人设 出发点就是不用花一分钱 能动嘴巴的绝不会掏钱爆出来 第一次请大S全家吃饭 居然请的是吃盖饭 那给大S孩子第一次的见面礼物是 把不穿的裤子 亲手改造成的包包 给大S的婚戒是纹在手上的 纹戒纸的机器 都是她从韩国背过来的 而我们都知道一般都会首选 钻石婚戒 已婚女明星佩戴的钻石婚戒 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大 那么钻石越大价格越高 少则几十万多则千万 但聚军夜和大S的婚戒 却是闻上去的 很多人拿她开玩笑说 万物皆可闻 就连台媒都吐槽聚军夜和大S的 婚戒刺青超幼稚的 有本事就买个三颗拉钻戒 你什么在手指上刺青 你搞的什么幼稚玩意 你为什么不挂个三颗拉钻戒 然后另外拿一个 说大S这就是给你的 这才像个男人嘛 对不对 刺什么青啊幼稚 果然对人还是自己人狠啊 聚军夜连个香药的礼物 都没有送过大S 不过大S呢 却没少对外帮她找借口 说是她工作太忙了 没时间准备 本以为她这么爱大S 会花钱购买一套豪宅吧 没想到两个人居住的婚房 居然是汪小飞花四亿购买的 现在汪小飞还在还房贷呢 那这个光头哥 是白吃白住白睡呀 现在汪小飞不愿意 再给大S付电费了 和物业费 更不愿意拿钱 给大S和聚军夜花 如果汪小飞不还的话 大S就要自套药包了 而现任老公聚军夜的 吸进能力又很一般 大S想要靠现任老公 赚钱养家来给他花 估计也是一件大难事咯 大S在结婚前 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就也招架不住坐吃山空嘛 就连小S也不希望大S一直吃老本 于是劝姐姐付出工作 因为他也问我说 你接那么多工作 你是真的赚很多是不是 我说也不能到很多 但是至少就是有进账啊 然后他就说 我说那你要不要也出来工作一下 就是赚赚钱啊 因为我说小孩到时候请那个家教费 什么你会吓死 而大S呢也听从小S的劝告 拍摄了一个关于护肤品的广告 他没爆料称他的代言费高达90万人民币 是剧俊叶的八倍之多 可见大S的吸菌能力还是很强的 其实在这场闹剧当中 剧俊叶才是最大的赢家 除了头发 真的什么都得到了